挂了三块钱,买了一个果蝇诱补器 这果蝇诱补器有没有效果呢? 今天就再教大家在家自制果蝇诱补器 还有诱补剂 Hello,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喜欢在家里养花、种菜、种果树的朋友 还有发酵肥料的朋友 应该最头痛的就是果蝇、苍蝇、瓜蝇 小黑菲啊,这些会飞的小昆虫 因为当我们打药的时候 这些小昆虫往往会第一时间跑掉 所以我们在家如何能把这些有害的昆虫干掉 是提升我们果树产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然后前段时间不是去一个长辈的家里 他家里楼顶种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百香果 然后我就发现他用了十多个这样的果蝇诱补器 但是我问他效果如何 他就说只能告诉我说一般一般 这个果蝇诱补器到底能不能拿来用呢 我特意去网上淘了一个特价的三块钱一个 我们打开来看看这个加款能不能用 这果蝇诱补器就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盖子,这盖子明显是打了孔 然后这个味道里面的诱补剂的香味 还有昆虫是通过这个孔装进去的 然后装进去估计就出不来了 然后这里还有个盖子 还有个盖子 然后还有一些小配件 然后您知道吗 这里最值钱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了 这个叫做果蝇诱补剂 如果你是买的是瓜果蝇诱补剂 这个东西就 我现在还没打把它打开 我都已经闻到一股很香的香味了 所以今天为了拍这个视频 我是特意把儿子给织出去的 让它去外面玩了 不想它闻到这股味道 这个味道呢 没打开都已经觉得很香了 然后这些小配件呢 是负责把整个的诱补器给吊起来 其实这样子一个东西呢 个人觉得 是肯定有它的作用了 这个比较香 但是呢 我觉得在家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呢 有果蝇啊 苍蝇特别多呢 我还是不建议大家用这种东西 不如用个天然的 比如我以前推荐大家用的糖醋叶 个人觉得糖醋叶要比这个果蝇幼补器呢 或者来得更加简单 成本也更低 最重要是我们在家就可以弄 纯天然的 糖醋叶 其实什么叫糖醋叶呢 其实里面的成分 从名字上 你就能简单的判断 一个是糖 一个是醋 第三个是米酒 这三个按照一定的比例 再加水进去呢 就可以完成整个的操作 我们都知道 糖醋酒 这个三个都是我们的调味料 所以这要弄出来的那个油补剂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天然 那这个东西能不能有没有效果呢 您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可以很明显的告诉大家 这个 我那糖醋叶比这个还要好 很多国内现在很专业的有机农场 都是用糖醋叶来进行那个果蝇 刮蝇 还有大苍蝇 这些飞溃飞的小昆虫呢 都是用这个来用的 当然有朋友会担心 那个有益的昆虫 像那个啥 蜜蜂会不会干掉呢 我做了四年的实验 我就明确的告诉大家 不愧 我做了那么多次实验 我是从来没有杀灭过一只 有益的昆虫 三年的昆虫 都没有 杀灭的都是有害的 当然了糖醋叶 今天我是不示范制作了 大家记住糖醋 糖酒米醋 成醋的比例是1比1比1 然后往里面加入那个 那个16份的水 就是一份的糖 一份的醋 记得是橙醋 然后还有一份是米酒 然后剩下是16份的水 完成之后搅拌均匀之后呢 大家记得一个事情 就是往里面几滴 那个花生油 这样呢 好处有几个 第一个可以降低那个糖醋叶的蒸发 损耗 第二个呢 在那个糖醋叶表面呢 会形成一个把护膜 同时呢 苍蝇沾到这层油汁呢 就更加容易可以挂掉 也更容易杀灭这个虫子 记得一定要加几滴的花生油 今天我示范的大家呢 是如何制作这样的诱补器 诱补器制作呢 我们完全没必要去买这个 其实一个塑料瓶就可以 我们只需要在中间 天上的这个位置 打上一个大概两厘米左右的孔 不要太大 当然也不能太小 太小的味道出不来 我简单的画了几条横线 这样子 当然大家在家里制作的时候 记得一个事情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双手 在安全的情况下去制作 来这就是处理好的那个诱补瓶 记得大家在开这个孔之后呢 不要把它完全的切断 这样子把它弯上去 像一个遮阳散一样 这样子有几个好处的下雨的时候呢 那个雨水呢不容易弄进去 因为雨水弄清水呢 就很容易稀释了里面的营养液 然后呢就导致这个瓶子呢 就效果变 那个营养液 那个诱补剂液呢 效果变差 老师跟你说 跟大家说 我就其实在之前也做过简单的实验 我觉得在诱补果蠅或者香蠅上面呢 在侧面开孔呢 会在比上面开孔呢 会来得更加简单 而效果会更好 这样弄出来的一瓶糖醋液呢 这个诱补剂呢 基本上可以管两个月左右都可以 基本上可以管理 大概是三个平方左右的那个面积 所以我们当然远一点也可以 只是效果会差一点 一般情况呢 一亩地呢 我在地里面会准备20瓶左右的瓶子 然后呢 就然后平时呢 如果里面那个糖醋液消耗的差不多呢 就会往里面添加 想要这个诱补剂达到最佳的效果 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要点 刚才也想重复的说 一个是制作好的糖醋液呢 一定要往里面加两到三滴的花生油 这个很关键 第二个呢 我们一定要制作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诱补瓶 因为小苍鹰呢 在里面呢 它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进去了 出不来 因为上面大很多的空间 其实它找不到方向出来 然后呢 就会在里面泪死 另外一个呢 它如果喝了里面的糖醋液 因为里面有酒 有白酒 这个白酒呢 只要喝了 它基本上是会晕死过去 然后在里面死 所以这样制作出来的糖醋液呢 比起这种纯粹物理的诱导 这个呢 就是让它进去 但是它这瓶东西是独不死它的 只是让它进去 然后呢 只能去达到一个把它泪死的效果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如果在家 平时会发酵肥料 会有很多苍蝇啊 果蝇啊 还有瓜蝇 或者种瓜果的时候 肯定会有 那么您不妨试试 用这个来代替这个 这个毕竟成本低 也费到瓶子随便捡 这个呢 起码三块钱一个 一某地可能要 五十多二十个 这个会让你省很多钱 而且下午会比这个好上很多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的话 不妨加我微信 或者下方留言 我是佛山二八将 感谢大家 拜拜